我們直接來看 所以剛剛提到 就是Poto上面有之前上課的影片 你們可以自己再稍微複習一下 然後期末報告基本上我會希望說 盡可能的你們把上課所教的 把它融入到報告裡面 至少你做得出來 那當然我的想法是說 你可以不用死倍 但是你一定要操作過一遍 並且稍微做個變化 你換個資料也好 然後這些東西基本上也不是說 完全用不到的 因為理論上以目前的企業人才需求 一定是需要什麼 不是C、C、C、B的那種人 因為那種人可能慢慢就不太需要了 為什麼因為它效率太低了 而且說真的每天都做這些事情 實在是也太沒有產能的 那需要做的就是說 能夠自己去爬取 其實就寫程式的 爬完資料之後自動繪圖 OK 所以我們剛剛的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主要在我們的雲端上面都有 你們就是直接再找一下 所以有兩段 第一段的話就是 匯入資料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畫這個圖 畫圖我剛剛已經畫了三個了 其實不用再畫下去了 因為我希望全部畫出來 所以全部畫出來的話 你們可以歸納出來 總共就會有兩個變化 那問題是要怎麼樣把這兩個變化給做出來 那接下來其實就是 應該之前我們有寫過回圈 大家應該都有概念 因為如果你要變的話 基本上呢 就是把那兩個變數給變出來就可以了 那怎麼變 首先你要知道 你到底 你的 怎麼講 你的這個 這個資料總共有幾個欄位 比如說我有這個 美元 金台幣 到 紐幣 斜線美元 總共B到K 我算過十個欄位 所以 如果十個欄位的話 第一個 我們就先寫一個 sub叫全部折線圖 Enter一下 那十個欄位的話 你前面寫過 十個你就讓它重複十次 如果重複十次的話 前面有寫過 就是用for回圈 for i i的話 十次 i的值 請你幫我變一下 從1到10 幫我變化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接下來的話 我要變 我要產生什麼 所以你可以再把 美元折線圖這兩行 或者是其他一個 把它複製到這個中間來 再把這兩行 選起來按TAP 讓它下一階 那接下來當然 如果你現在希望 變動在哪裡 第一次M 後面11 這兩個數字 1 部分要讓我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11 第三次是21 之類推 所以其實我想了一個方法 這個前面我們有寫過類似的 就是說這個地方需要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好像有用過一個變數 叫做K 有沒有 在FOR迴圈上面 比如說我們好像排名 K等於1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假如希望它第一次是1的話 你可以先把它寫 這個是第一次 所以第一次我希望它是1 然後再來的話 當它跑一次之後 它會變成11 再來變成21 再來變成31 所以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當它這個程式 這兩行程式執行完之後 把這個K的值做個變化 那前面我們是把K 第一次變1嘛 然後加1變2 加1變3 可是我現在規則不一樣 我希望它下一次變成11 所以其實改一個規則 K裡面的值等於什麼 K加多少 加多少之後會變成11呢 加了10 所以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再產生一個K 然後呢 K等於K加10 加了10之後呢 最後把什麼 這個有個這個座標嘛 Ladge跟Top 把這個它的位置 1的部分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在雙引號外面呢 加一個 控一個End 再控一個K就可以了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第一次放M1 有沒有 所以它會幫你把E放過來 跟K串在一起 那這個就變M1 那這邊也是一樣 它的Top位置 把它改成M的K 好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它的位置就會變動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在講那個輸出之前 那在講那個輸出之前 我建議你們可以在 順便在雲端找一段程式 那一段程式 就是把那個舊的圖給刪掉 我記得好像在 這邊其實有個寫完的 把底下在雲端上面 第四頁有個刪除圖 這個你可以先拿來用 那這個刪圖的話就是 你執行它 它會把那個目前畫面上看到的圖 先刪掉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就不見了 好 那我來跑一下給各位看 執行 看一下 執行完之後你可以看到一個結果 什麼結果呢 這邊有出現了 那是不是剛好十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理論上十個就出來了 但問題來了 十個出現了 可是問題為什麼每個都是美元、新台幣 美元、新台幣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做完了 什麼事呢 就是它可以輸出十張圖 而且位置會按照我指定的 第一個方在M1 第二個方在M11 M21 M31 是OK的 但是問題來了 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你的什麼呢 叫做Source Data 因為你的來源資料 都是日期 A1到A38日期 B1到B38 都是美元 所以第二件事情 你需要第二個變數 哪個變數 就是第一次跑的時候 它應該會是B 第二次 就是回圈第二次的話 那就會是C 以此類推 也就是說呢 後面我希望 它可以自動去變化 去抓不同欄位的資料 然後去改變這個圖 裡面顯示的結果 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這個第一個部分先試試 把它改成全部折線圖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